对人口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逐渐缓慢的过程 但是也不得不说 它就是像这一两年 大家开始逐渐的关注的多了 然后感受的也多了 就是像人口老龄化 我们现在在60岁以上的人口 占到全部人口的20% 65岁以上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15% 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度老龄化的阶段 这个也是微观层面的 大家能感受到的 至于少子化就更明显了 因为现在出生的人口 确实在下降 像2022年是956万人 第一次跌落到1000万以下 今年的预估是在800万上下的一个水平 如果细节一点的看的话 你会发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一孩的数量出生越来越少 本来其实2016年放开二胎以后 二孩以上的数量 它是急剧的下降的 因为有一个堆积效应 该升的就是升完了 但是没想到到了2022年的时候 二胎机以上占比还能占到53.9% 这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一胎萎缩的太快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6年的时候 一胎还能升97273万人 到了2022年的时候 一胎数量只有441万 我相信今年也是一个迅速萎缩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的人口生育问题 就是说 一个是二胎三胎的堆积效应 已经释放完毕 另外一个就是一胎的出生数量严重不足 就是90后00后 就是一胎的数量严重不足 所以说老年化和少子化 虽然它是一个缓慢的变量 但是从心理层面和微观层面 也确实在逐渐的渗透和影响我们的经济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